这几天小男看中了一张小床,非常适合我们家的团团,当即就买下了,啥,购物冲动,这是在为宝宝分床睡,做准备好吗? 分床分床,总得买一张能绝对吸引他注意力的小床吧,聪明如你们,知道小男今天要说的是啥了吧? 对,就是宝宝的分床睡,为啥要让宝宝分床睡?最明显的好处,就是宝宝睡觉时不会被爸妈无意中伤害到,特别是小宝宝和爸妈一起睡,很容易会被压倒甚至窒息,就算爸爸缩到了床脚,夜里呼噜正天想,翻身动静搭的话,让宝宝怎么睡? 再说,宝宝小时后年爸妈,长大了呢?总要学会独立吧,能自己睡得饱,对幼儿园的适应能力也相对更强,和其他小朋友关系也更融洽,人际交流方面也更好哦 还有,如果宝宝一直和爸妈睡,也不利于他们两性认知,长久下去说不定还会有恋父、恋母情节 意计,爸妈也没隐私可言,宝宝几岁分床睡? 有数据说,国内学林前跟爸妈分床睡的宝宝占百分之十五,小学才跟爸妈分床睡的是主力军,有百分之五 小男先来说说这两足数据啥意思,学林前特别是三岁之前,就让宝宝和爸妈分床睡,太早了,会让宝宝没有安全感 再退一步说,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好奇心虫又没什么自我保护意识,万一爸妈有点啥疏忽,容易发生,安全隐患 小学后才分床睡了,太晚了,你已经不是三四五岁的小孩了,怎么还跟我们一起睡? 能独立生活的小家伙,继续黏着爸妈的话,说明这依赖性,不是一般强啊 说不定以后会有社交恐惧症和焦虑症,那几岁分床睡最合适 一般来说,四到五岁,正会的宝,有了一定的独立能力了,能让爸妈放心 不用经常起来看看小家伙睡得怎么样,执行起来也不会像多小学后,那么困难 如何让宝宝接受分床睡?简单直接跟宝宝说,你自己睡小床吧 宝宝肯定会恢复复行,必须及早打预防针 B-A-L-A-B-A-L-A让宝宝对分床睡之件事充满兴趣和期待 准备工作可以从宝宝三岁后开始,用温水助青蛙的战略 分被窝开始,慢慢过渡到分床,最终达到分房睡的目的 小男士分被窝成功后,趁热打也买了囤囤喜欢的小床 还布置了一下他的小房间安全细节 游行吧全全负责,确保宝宝单独睡时不会有安全隐患 这点也很重要,给了小家伙一种黑,这是我的地盘的感觉 还别说,效果真心不错,心里获得了极大满足感后 囤囤对分床睡,分房睡这件事的接受度就高了 等到宝宝分床睡了,爸妈也别赶他进房间了事 不然换成谁都会失落的,要在宝宝的小床上给他讲故事 等宝宝睡着了再离开,让宝宝有足够的安全感 然后第二天可见的表扬宝宝 再然后慢慢缩短陪伴时间,如此重复上几天 小家伙慢慢就会自觉自愿的自己睡觉去了 别小看这些安抚和事后表扬很重要 会给宝宝一种,虽然没有睡一个房间 爸妈还是很爱我的的感觉,当然了 考虑到一开始宝宝可能会不配合 爸妈不要先软,也不要强行让宝宝自己睡 可以是当安抚,态度尖尖而温和 比如,比如宝宝太大了又跑回爸妈房间了 安抚完宝宝后再把他抱回自己的小房间吧 多尝试几次,宝宝就会知道黏着爸妈没用 你们家宝宝分床睡了吗 有其他更好的办法,欢迎留言说说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